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天王子公園 這個地方就在天王子站的出口就可以出來了 它是一個很休閒很舒適的地方 適合一家大小來遊玩 我身後面有很多特別的咖啡廳和酒吧 有六七間在後面 很特別的 另外還有動物園在旁邊 還有一個大阪美術館 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日式的庭園也在這裡 大家可以不妨過來三半一下 我身後面有一個隱藏式的觀光點 叫做慶澤園 為什麼叫隱藏式呢 因為很多人都想要付錢 150日圓便宜了一步 但其實這筆很漂亮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進去看風園或者櫻花 都是很好看的一個選擇 大家看到我身後這麼漂亮的景 是不是以為我去了京都呢 其實我只不過在天王子公園裡 其中一個角落 你就知道天王子公園是很漂亮的公園 根本不需要去到京都這麼遠的地方 你都已經可以看到這麼漂亮的風園 和這麼漂亮的風景了 如果有個女生想喜歡穿和服在這裡拍照的話 這裡真的可以拍足一整天 我還包括了剛才我介紹的慶澤園 都是一個很適合拍和服照的地方